中国队只有一对参赛 出现一点问题的话就相当于 就这块金牌就已经输掉了 小魔王变身美妆代言人 当乒乓球场上的萨宗英姿遇上精致妆容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孙颖莎成为知名护肤品牌偶类的新近代言人 其手秀照片已经发布变引发热议 网友直呼比巴沙拍得还好 一直以来 孙颖莎以其精湛的球技和可爱的性格深受球迷喜爱 此次跨界美妆代言 不仅展现了他国民闺女之外的多元魅力 也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 偶类此次官宣可谓吊足胃口 最初发布的预热海报采用暗黑风格 孙颖莎的身影若遗若现 营造出神秘氛围 吊足了粉丝的胃口 千呼万唤使出来 孙颖莎代言首秀照片中于揭开神秘面纱 照片中 他亦改往日赛场上的活力形象 展现出精致优雅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 偶类对于照片细节的处理十分用心 无论是孙颖莎眼角标志性的类质 还是嘴角那一抹浅浅的笑意 都被镜头捕捉得淋漓尽致 将小魔王的自信与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少网友将此次偶类的宣传照 与时尚杂志的拍摄效果进行对比 认为偶类的照片更生一筹 不仅突出了孙颖莎的个人特点 也展现出一种高级的质感 更有网友表示 偶类的照片不仅拍得好 更选得好 孙颖莎青春阳光的形象 与偶类所倡导的自信之美完美契合 对于孙颖莎而言 此次代言让他在退役后拥有更多可能性 也让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自我 对于偶类而言 选择孙颖莎作为代言人 不仅看中了他在体育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看中了他身上所传递的积极向上 自信独立的精神力量 这与偶类的品牌理念不谋而合 在竞争激烈的美妆市场 品牌想要脱颖而出 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 更需要精准的营销策略 偶类此次选择孙颖莎作为代言人 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孙颖莎的国民度和粉丝号召力 为偶类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 孙颖莎健康 阳光的形象也为偶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其更能吸引年轻消费者的目光 此次合作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运动员商业价值的思考 过去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往往被低估 他们的形象也多局限于赛场之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开始跨界发展 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也逐渐被大众认可 孙颖莎此次代言Olay的成功 无疑为运动员商业价值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运动员凭借其自身的知名度 影响力和正面形象 完全可以成为品牌的相拨拨 运动员在选择代言品牌时 也需要慎重考虑 选择与自身形象相符的品牌 才能实现双赢 孙颖莎代言Olay首秀的成功 是体育与美妆的一次完美跨界 也为品牌营销提供了新的思路 未来 期待看到更多运动员在不同领域展现自我 创造更多精彩 你认为运动员代言化妆品合适吗 你觉得孙颖莎这次的代言表现如何 孙颖莎新代言来了 玉兰尤真有眼光 孙颖莎到底是怎么做到又撒又萌 又甜又奶 她真的太让人着迷了 玉兰尤这次的广告拍摄 已经超越了前一阵孙颖莎的时尚巴沙杂志的拍摄 太喜欢孙颖莎这个短发了 一个女生 竟能够把短发控得这么美这么撒 在我心里 她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娱乐圈的明星 孙颖莎王楚清又配评了 他俩真的就是天生一对 他俩穿皮衣真酷啊 王楚清露出额头的发型真帅 他太潮了 昨天莎莎更新了社交平台 大家就开始等楚清更新 果然 楚清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这次发的文字图片都比莎莎的素材多 他九张照片 四张韩莎 这韩莎量不是一般的高啊 大家都是细节怪 发现王楚清换华为手机了 都猜测他入遍了 所以换了华为 第一张照片太有感觉了 大家看 像什么现场 俩新人站在舞台中央 有点意思啊 有才的网友把楚清的社交平台配图 编辑了一下 你别说 还真像那么回事 这么有才 估计王楚清都没想到这图还能这么解释吧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等着他俩结婚 他俩真的太美好了 超喜欢莎莎的这双大眼睛 又大又明亮 线条干净利落 我爱单眼皮 他俩都能一起参加活动了 他俩一起拍个杂志还远吗 不远了 估计他俩也许大概能一起拍个杂志吧 那销量绝对爆 你脸永不过时 这五年前和五年后有啥区别 就头发短了一点 孙颖莎真的是童颜啊 眼神中的力量和坚定 莎莎越来越自信了 王楚清明天又有杂志开售 不知道这次销量会怎样 不管怎样 大家量力而行 喜欢他们就在能力范围内支持他俩就好 理性消费 孙颖莎代言化妆品照片曝光 红色内搭配皮衣又美又撒 网友 买它 莎莎代言 我们看到了什么 最近莎莎孙颖莎代言化妆品的消息上了热搜 照片里她红色内搭配小皮衣 又美又撒 网友们纷纷表示买它 这不禁让我想到 一个运动员代言化妆品 背后究竟反映了些什么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莎莎的美貌和产品的宣传吗 或许 我们可以从更深层次去思考这个问题 运动员的商业价值 从赛场到市场 运动员代言商业产品早已不是新鲜事 他们凭借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和知名度 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品牌眼中的香波波 莎莎作为世界冠军 拥有极高的竞技水平和个人魅力 自然也具备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品牌选择她作为代言人 看中的正是她身上的这种影响力 希望通过她将产品推广给更多消费者 这种现象反映了体育与商业的深度融合 运动员不再仅仅是赛场上的英雄 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明星 他们的形象和价值被商业化运作 为品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对于运动员也是一种肯定和机遇 可以将自身的价值最大化 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从偶像到认同 为什么网友们看到莎莎代言会如此激动 甚至高呼买她 这不仅仅是因为产品的吸引力 更是因为莎莎本身的魅力 消费者对运动员的喜爱和崇拜 会转化为对代言产品的认同和购买欲望 莎莎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 阳光形象 都深深地感染着她的粉丝 当她代言一款产品时 粉丝们会不自觉地将这种好感投射到产品上 愿为使用这款产品就能更接近自己的偶像 甚至分享偶像的成功和荣耀 这种情感共鸣是品牌营销的关键所在 她超越了简单的产品宣传 建立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 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 更是产品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情感认同 代言背后的责任 从宣传到引导 运动员代言产品 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行为 更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他们的形象和言行会影响到众多粉丝 特别是年轻一代 选择代言产品时 运动员需要谨慎考虑 选择与自身形象相符 质量过硬的产品 莎莎代言化妆品 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他展现了运动员在赛场之外的另一面 鼓励年轻人追求健康 美丽的生活方式 这种正能量的引导 对于粉丝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理性消费的思考 从买它到需不需要 网友们看到莎莎代言 纷纷表示买它 这体现了粉丝对友向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消费的观念 购买产品应该基于自身的需求 而不是盲目跟风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 我们很容易被各种广告和宣传所影响 冲动消费 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 而不是被买它的口号所裹挟 莎莎的代言固然有吸引力 但我们更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体育精神的延伸 从赛场到生活 莎莎代言化妆品 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延伸 在赛场上 她展现的是拼搏进取 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生活中 她展现的是自信 阳光 积极向上的态度 这种精神不仅仅体现在赛场上 也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体育精神不仅仅是运动员的专属 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践行的 它可以激励我们克服困难 追求卓越 活出精彩的人生 个人品牌的塑造 从运动员到多面手 莎莎的代言 也体现了她在个人品牌塑造上的努力 她不再局限于运动员的身份 而是积极拓展自己的领域 展现自己的多面性 这种多元化的发展 不仅可以提升个人的商业价值 职业发展奠定基础